大家好,我是Herman,为大家带来本周的市场更新 本周从星期三开始,股市开始下跌 主要的原因是联准会主席Jerone Paul 虽然提到他会动用一切的工具来维护美国的经济 但是当他被问到未来美国的经济发展情况的时候 他并没有符合市场预期的说出任何的证据 显示市场会飞行反弹 相反的,他提到他不能确定未来经济会如何发展 市场因此感到失望,带动股市下跌 事实上联准会的经济预测成功率本来就不高 当然疫情也让预测更为困难 相对的,如果投资人现在认为自己很有信心 知道未来经济会如何发展 甚至肯定是飞行反弹的话 应该要扪心自问 自己的评估到底有没有合理的依据 而星期四的时候 标普500暴跌6% 新闻媒体通常归咎于市场恐惧第二波疫情爆发 但事实上 虽然新闻有报道 美国很多州新增确诊人数开始快速增加 但其实第二波爆发的隐忧一直都在 只是市场非常的乐观 所以过去一段时间视而不见 那到底有哪些指标可以显示目前市场的确非常的乐观呢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全球股市的预期本益比估值来到了2002年以来的新高 另外媒体报导很多专业投资人投资绩效不佳 可是很多业余的投资人颇有斩获 举例来讲 有一个人他说他觉得巴菲特已经过气了 而日间交易是他玩过最简单的游戏 另外就是已经申请破产保护的Hertz 有大量的投资人买进 在这段期间上涨了4倍到5倍 甚至Hertz打算要募资10亿美元重新发行股票 这对一个破产保护公司来讲 这的确是一个非常难以想象的讯息 所以从各个指标来看 目前的股市的确都已经有一个过热的迹象 而在这个周二的时候 NBER也宣布从2月开始美国进入经济衰退 我相信大家不会有太大的疑问 美国已经步入经济衰退 不过我们要提醒大家 2月的时候美国还没有因为疫情的影响 而经济封锁 所以很有可能在2月的时候 美国的经济已经步入衰退的边缘 而疫情只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另外我们之前提过 通常NBER宣布经济衰退的时候 通常离股市的谷底不远 但我们非常不愿意用这四个字 这一次不一样 This time is different 但我们认为现在的确不是All in的好时机 为什么呢? 首先NBER通常宣布经济衰退的时候 已经非常接近经济活动的谷底 而股市通常是一个领先指标 所以在经济活动谷顶之后 紧接着股市就会反弹 但这次的情况是 因为疫情影响的关系 其实没有人能确定 经济活动的谷底到底是何时会发生 我举例来讲 如果今天有一个疫苗神奇的出现 那我们当然可能80%可以断地 最坏的情况已经过去了 而未来将会有一个不错的经济活动的反弹 但相对的 如果我们之前恐惧的第二波疫情真的爆发 那很有可能经济活动还要再进一步的衰退 也就是之前看到的底 其实不是底 那这个样子的话 当然你要预期股市要有很快的反弹 当然是一件不太容易的事情 而另外就我们刚才讲到的 因为市场过度乐观的关系 其实股市早就已经开始反弹了 所以我们在这里还是鼓励大家 要有一个充分分散风险的投资组合 或者是找专业的投资公司 它具有研究分析的能力 来协助大家管理大家的资产 以上就是我为各位带来的本周市场更新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是菲勒普 在现在股票市场这么波动的时候 更需要有一个专业的团队 来帮你理好的财 在股票市场好的时候 能帮你多赚钱 最重要的时候 在不好的时候 能帮你守得住 让你不会造成亏损 所以我们今天正式宣布 范宇家族办公室 以财富管理部门 今天正式成立了 范宇专位超高净职家庭 为您精心推出 范宇财经 零距离将带给您三大好处 全面掌握全球财经资讯 深入解读财经市场趋势 带您瞄懂财经界的专业术语 范宇财经零距离 请您拭目以待 by bwd6